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移民英國的朋友關注的通脹問題 根據CANTER的統計數字 CANTER是英國的一個市場研究機構 英國每星期 過去一個星期一個月 英國超市的通脹是高達11.6% 現在是14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大家應該如何自處呢? 在這麽高的通脹率的環境 或者我可以跟各位移民英國的朋友講一下 其實根據英國政府的調查 英國經濟的通脹大家都知道是持續高企 更加達到40年的高位 英國國家統計局ONX公佈了 計及通脹率之後 當地民眾實際的工資其實是下跌了3% 生活成本就越來越高了 所以英國國民和商戶都用了混身解數來講通脹 包括超市竟然會出免飾貸款 還有很多都是買超市的自家品牌的用品 而其實也是因為通脹的問題 在今年第二季根據國家統計局 4至6月期間 英國雖然民眾的工資是有4.7%的增長 但計及當地的通脹和物價不斷瘋狂上升的因素 其實他們的民眾和市民的收入是等於下跌了3% 這也是2001年以來最大紀錄率以來的跌幅 也是購買力的下降 另外呢 另外呢 還有一件事 英國呢 因為接下來很多人都是夏天蓋 第一件事 英國就沒有冷氣 很多人說現在很熱 熱浪 也沒關係的 因為英國其實沒有冷氣正常的 小弟在英國錄書裡沒有冷氣的 也不是那麼熱的 也不是經常那麼熱的 也不一定要開冷氣 不用那麼多電 但是呢 到了冬天就難救 冬天就麻煩了 因為冬天大家一定要開暖氣的 英國是很冷的 可以的 倫敦也很冷的 變成來說 他們呢 現在呢 因為通脹率創新高 英國的電費也都創新高的 有很多 英國就算是倫敦 明赤斯特 或者利物浦 這幾個城市 是香港人 B&O 5加1 熱門移民的城市 很多市民都負擔不起 電費 開暖氣 所以呢 為了 是讓小朋友 暖一點 和家人暖一點 就要穿了一件衣服 在家裡 情況其實也很慘 因為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其中一個因素 大家都知道 偶爾戰爭來講 令到天然氣 和入口 很困難 變成了 燃料的價格也上升 變成了 其實就不在所難免 全部是家福的情況 對 另外呢 其實 這個問題 是大家 以英的朋友都很關注 以英的朋友 希望大家真的截圖多福 可以 帶夠錢過去 說真的 不要想著幾百萬 就真的夠 真的要帶多些錢過去 因為英國的通脹真的很厲害 有些人說 以英的牛奶便宜 其實就看誰浮 小弟住倫敦以前 是一點都不便宜的 那我就 Manchester 或Litherto 也不知道 英國物價也一點都不便宜的 當然 工作機會 現在在倫敦會比較多 但物價也會高一點 就是這樣 還有呢 我也知道 小弟很多朋友 都是移到英國 有些好運的 就說香港 在網上做回事 就是online工作 香港還有份人工 這些是很幸運 都是小數 很多 我以前都說過 要是選擇這個躺平 就是退休 每天就 喝下午茶 英國就 半退休生活 沒什麼做 炒股票 看香港新聞 炒香港股票 因為英國和香港 時差度不太厲害 要是在那邊找工作 但那邊找工作 其實也有困難的 譬如說真的 你駕Uber 第一 你那裡有牌子 第一 第二 你英文要夠好 第三 你要熟路 也要一段時間適應 還有 譬如你做 很多人說 例如你做 超市 對了 有一種工作 很多人做 就是Amazon 亞馬遜公司做的工作 是你英文不好 都會聘請你的 就是執貨員 當然是最低工資 但你會有些事情做 但當然 英國的稅率超高 是四成的 會抽你稅 起碼四成的 變成要賺得很少錢 其實跟香港是有天丸之別的 我講了這麼多 其實做什麼呢 我就是說有些事情 就是這樣 我之前那段都說過 在利與幣那段影片都說過 你已經想清楚 我真的要 自己是否有能力 即是說 你去之前 你先去旅行 不要盲衝衝 因為現在 你先去看看 你覺得是否適合呢 還有做多些資料搜集 去你的鎮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都說過 人來鄉賤 人來鄉貴 特別現在英國衝上那麼高 馬上升上去 現在還會遲了一段時間 大家要看看如何自處 香港其實 香港雖然是住屋季 香港是 這個是留價季 但問題是 你還是會看回 你吃東西可以便宜嗎 香港 多便宜的東西可以吃 但英國不是 英國的物價 通常來說 加上通脹都是不便宜的 大家 希望大家二英的朋友 想清楚 即使你說 為了小朋友 也想清楚 是否真的為了小朋友好呢 大家想清楚 就是 對了 小大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看看大家 對二英 他的通脹那麼高 有什麼看法 可以歡迎大家留言 在小大下面 下面留言 小大會的影片下面留言 小大會一一回應 另外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可以給個like 點讚 還有share 分享出去 可以讓市民大眾 每天都用正確的法律態度 分析分析社會 時事 經濟和民生 還有小大的訂閱 很喜歡大家 已經衝破了一千 現在小大是努力 向二千人的訂閱 進發 如果大家喜歡小大的頻道 就可以 麻煩大家 subscribe 訂閱小大頻道 小大會是 逢星期一到五 每天一片 好 多謝大家